大家好 我是小蘭 今天很開心來參加 2022年麥拉倫的Check Day 那今天我們會試幾款不同的車子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身邊的這一台 油電超跑Artura 那有在關注麥拉倫的朋友就會知道說 其實他們之前在2013年已經出過了P1 2018年有SpeedTail這兩台油電超跑 但是因為這兩台都是限量 所以一般的消費者可能要買到的機會會比較少 但是這一台Artura 它是他們品牌當中第一台 非限量的這個油電超跑 在去年2月份那時候上市的時候 接單價是1280萬 但今天呢我們有聽到原廠說 它今年新年式的價格已經調整到1320幾萬 好那這一台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量 首先第一個在整個車體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麥拉倫他們家最著名的就是 單體碳纖維車體 而且之前的這個單體碳纖維車架呢 它會有一點點像一個棗盆一樣 但是Artura它是採用他們家最新的這個MCLA 也就是輕量化的碳纖維的車體平台 但最主要它有做了幾個變革 因為你要知道說 如果你要讓車體的部分更輕的話 表示它的強度要更強 不然的話它可能沒有辦法提供 那麼完善的一個保護 例如在A柱和門檻的地方都做了強化 在Artura身上它是連整個B柱整個往上做 所以B柱是做成一體成型的一個結構 再加上呢因為它是油電的關係 所以它的電池擺放的位置 是在你駕駛座的後方的這邊 所以它的結構強度變強了 重量變輕了 但是因為它增加了更多的部位 所以讓它整個車架的重量 來到了82公斤 好那在車體的部分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現在打開車門給大家看一下 登~~哇很漂亮的蝴蝶門 以往像麥拉倫的車啊 因為它做碳纖維的車體嘛 所以它這邊會做的特別寬 它要有一個很好的防碰撞的能力 但Artura因為它是採用我們剛才提到的 最新的輕量化的碳纖維的車體結構 因為它的強度變得更強 所以它能夠讓這個門檻變得比較薄 不要那麼寬 高度也變得更低 所以你駕駛人在上下車的時候就會更方便 第二個在整個車體的重點 大家有沒有發現啊 不管現在的570或者是720 其實在車身的線條 都是走比較圓潤的曲線 但是在Artura的身上 它有做比較立體 比較銳利的這一種折線 最主要的就是 因為它們在鋁合金的部分 採用了超溫塑型的這一個技術 才有辦法讓它還是保有本來的一個強度 但是又能做出很立體的線條 然後也帶來不一樣的一個空氣力學的效果 登~~我們現在換一台車 因為剛剛那台綠色太熱門了 現在已經很多媒體在那邊排隊 所以我們現在換來這一台紅色 那因為這一台紅色呢 它目前正發動在充電中 所以我們就不把它熄火 大家可能會一直聽到引擎的一些聲音 在引擎的部分 它是搭載一顆代號M630的這一顆V6的雙渦輪增壓引擎 那引擎的最大夾角是120度 除了可以降低它整個引擎的重心以外 也讓它有更多的位置可以去安放它的渦輪 而且同時也可以縮短整個進排器的一個路徑 這顆引擎呢 在7500轉就可以輸出最大馬力585p 而且它的扭力本身就已經有到超過59公斤米 那麼多了 那除了我們剛才講的 它的整個引擎的重心很低以外 整顆引擎的重量也只有160公斤 所以不管是對於整個車身的輕量化 或是重心的擺放呢 都是一個很優異的設計 它的馬達可以輸出最大馬力95p 最大扭力也是超過22公斤米 所以基本上讓這一台車它的中小馬力來到了680 扭力也高達73.4公斤米 所以你看它算是目前在整個麥拉倫的車系當中 尺碼最小的一款車 但是因為它有油電的這個加持 所以讓它在扭力的表現 甚至是已經達到720s的水準 好那因為它有油電的關係 所以它也可以進入純電模式 在純電模式的時候 它最高的行駛里程是31公里 最高的時速可以來到130 好那這邊也提供一個加速的數據給大家參考 0到130秒鐘 極速可以達到330公里 然後0到200大概是8.3秒 然後還有個更特別的數據 就是它的油耗 每公升可以跑到21公里 所以這個聽起來 但以前會覺得完全不可思議 超跑 然後馬力這麼大 性能加速這麼好 然後竟然油耗可以到20億公里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導入了油電系統的關係 在變速箱的部分 之前麥拉倫的車型呢 大部分都是搭載7速的變速箱 但是Ultura它是搭載全新的8速雙離合器的變速箱 透過密尺筆的一個設計呢 來達到更綿密的一個輸出感受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它是電子的倒檔 這個也是它在變速箱的部分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知道像之前的麥拉倫的車型啊 都是採用這種前後雙A倍的一個設計 但是呢Ultura它的後懸吊 是採用它們家最新的這種多連桿式的後懸吊 那今天原廠也有說 為什麼要換成多連桿式 其實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當你在極加速跟大力重踩煞車的時候 它能夠讓車身的穩定性表現更好 第二個因為Ultura這台車在麥拉倫的車系裡 它算是原廠非常強調它在日常使用的實用性跟舒適性 所以換上了多連桿的這個後懸吊之後 也會讓它在整個懸吊的表現 舒適度可以來得更出色 好我們現在就打開 嗚 相當雞花的蝴蝶們 剛才啊因為我們在駕駛的時候 比較專注於在賽道上的體驗 現在我們在這邊就可以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一台車在內裝的一些重點 首先第一個我們上車一定是先調整坐姿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它在調整方向盤的時候 它的儀表整個是跟著動的 它不是只有動方向盤 所以你的方向盤永遠不會去遮到你的儀表 這個是非常好 而且在賽道你開得很快要很專心的時候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在這個儀表的左右上方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功能鍵 右邊的話是你的動力的駕駛模式 因為它總共有四種駕駛模式 包括Electric 就是純電 Comfort 舒適 Sport 運動 還有Check 賽道模式 左邊這邊就是你的底盤 你的懸吊的這個控制系統 那在懸吊的部分它總共有三種模式 包括Comfort Sport 還有Check 那這台車在內裝的部分跟剛才我們試駕的那一台 綠色不太一樣 它前面這邊應該有選配幾皮套件 所以前面全部都變成幾皮 然後座椅的話 剛剛那一台綠色是標配Club Sport的賽車統領 這一台的話它是這種幾皮的 然後有黃色的車縫線 Artura這台車它除了是要對應現在各家車廠 越來越嚴格的這種環保法規以外 它最主要的目的 也希望它是一台可以在日常使用的 實用性很高的一個車款 所以不管是它動力部分有純電模式 或者是它有更舒適的 這個Comfort的懸吊反應系統 手機的連接功能啊 音響這一些都有以外 它甚至連ACC這種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它都有搭載 所以也就是說我覺得剛好透過這個新能源的導入啊 也能夠讓我們體驗到超跑 或是一台賽道機器 它也可以擁有比以往更多不同的功能和面貌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希望 你的超跑不要永遠只有在賽道上才會開 或者是你平常只要想到要開它出門 就會覺得很累的那種車主 你希望偶爾也可以開著它去兜風 然後很舒適的去喝個咖啡 看個電影 又或者是你是一個超跑的新手 那這一台車它就會特別適合你 因為它不但比其它超跑更舒適更節能 而且它更好上手容錯率也更高 今天真的是太開心了 因為我來參加2022年Maclaren的Track Day 然後今天的總教練 是一個很面熟的林教練林遠吳先生 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全新世代的一個 Mairoland Artura的試駕體驗 是 這一款因為說是全新的設計 全新的架構 包含它的底盤 懸吊 車架 那這支很特別 你看喔 在方向機我們在做調整的時候 可以藉由這邊上下去調整 它的儀表跟方向都是全部在一起 那調整好坐姿的時候 我們再介紹說 我們現在右邊這一個 就是我們整個一個引擎驅動的一個方式 比如說現在我們剛才是Track 我現在往下搬 在操架的時候是最直覺的一個介面 我往下 好 現在就切入到一個困墊的模式 那左邊這一個模組的話 它是負責在我們一個底盤回饋的系統 比如說它有Comfort Sport Track模式 中間比如說ESC 讓你體驗一下 我們現在的純電的模式 第一次說它這麼安靜的超跑 我們現在切換到Comfort模式 當這個電量是足夠的情況下 它這目前都是用純電的方式 再來就會依照我們的動力需求 油門的深淺度 它就會隨時會切換到我們的引擎系統 好 你看喔 我大腳油門 好 銜接都是很順的 現在底盤是Comfort模式 你感受一下 它雖然是舒適 但是它保有操控性 你看我現在在這個 利保四號彎是比較長的彎 對 你看它轉向的過程中 它的貼氣性一樣是很好 並不會說它為了舒適 讓車子的操控性 好 再來我把它轉到Sport模式的底盤 你看你看這個支撐性 有 馬上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一台它一樣是保留著我們的液壓轉向使用 所以剛才在這幾個連續彎裡面 它的指向性啊 它底盤的回饋讓你很清楚 很直覺的說車子它的貼地性是如何 你可以很清楚 這邊下方左邊是Power 右邊是充電 這裡 當我補油的時候 它就一個電量會補足給你 現在轉到Check 好 Check模式就是最大的需求 最大的電 最大的動力 這時候它在左邊就是充電 右邊是放電 就是電付處你看噢 使用 使用 shotgun 對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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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看上下 這個動力 我們要等著 加速 這底盤有沒有要滾 這轉向變得輕鬆 對 這個煞車 大家為什麼可以摩擦煞車 好可怕喔 好現在就是存電的模式 有沒有很安靜 但我覺得它好像沒有聽我講 沒有我在聽啊 很安靜啊 不是 我覺得你好像一直想要衝 沒有我是在試它的煞車 好現在我們的底盤是 COMBO的模式 COMBO的模式 你先聽我講話 教練在講你要聽啊 教練有COMBO就COMBO 那你們覺得這底盤 它舒適之外 它還是很有操控性 對 好 好 好 哇 你冷靜了 哈哈哈哈 什麼我在專心開車 哈哈 我在專心開車 嗯 開起來是不是很讚 很讚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它 它很快 但它動力又很順 對 底盤 它不會太HARD GO 但是又完全 有辦法補合賽道的需求 它非常好上手 對 它均衡性很好 有舒適 又有操控 又有動力 然後它的煞車的效能 How amazing 哈哈哈哈 因為它提速很快 然後它竟然可以這麼快 就煞下來 然後煞都不會有太多的那種 亂擺動 對因為 尤其Atura很特別 它是沒有主動是唯一這種 可以去幫忙 後軸的增加下壓力 跟貼力性 嗯 它利用 原本的一個空力設計 嗯 它就可以讓車子的穩定性很好 是 因為MARALUN很厲害 它是少數 幾個我們超跑的一個製造商裡面 有空力系統 嗯 可以去做這一些 做這一些車子 風動測試 對風動測試 謝謝教練 教練再見 再見 駕駛 Earth promises chopp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